我重生在高考前一晚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刚下班的我妈 就拉着我的手进了房间 红着眼眶 说出了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话 珊珊 这个大学 你就非得上吗 可是我再也没有了 十年前的那种愧疚 因为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妈 为什么我不能上这个大学 这一次 我终于问出了 当年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我妈愣了一下 显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平时懂事听话 从来不多嘴的女儿 竟然会问一句 为什么 你以为是妈 不想让你上大学吗 妈比谁都盼着你有出息啊 但是你是我们家的大女儿 我们家这个情况 你还不知道吗 你要上大学 我怎么攻得起 还有 你两个弟弟妹妹怎么办 长姐为母啊 你不能不为他们考虑 十年前 我妈就在我进考场的前一晚 拉着我哭了一个多小时 看着辛苦养育我的母亲 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心甘情愿地答应放弃高考 在所有人紧张地拿笔 在答题卡上写下答案 为自己璀璨的人生 打下坚持基础的时候 我换上油腻腻的蓝色制服 坐在脏腕不堪的小餐馆后厨 开始洗盘子 至此 我原本应该灿烂的人生 也变得像手里的盘子一样 永远油腻腻的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最后变成上不了台面的垃圾 我妈并不知道 我现在在想什么 只是一遍遍对诉着 我早已经烂熟于心的苦 终于 我深吸一口气 把手从我妈的掌心里抽出来 和很多年前的回答一样 妈 你放心 明天我不会进考场的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去睡吧 真的 几乎是下一秒 我妈就止住了哭声 真的 嗯 我点点头 但是语调却出奇的平静 您去睡吧 我也去睡 好好 妈委屈你了 你早点睡 我也去睡了 我妈忙不迭站起身来 她出门的前一秒 我甚至在她的嘴角 捕捉到了一丝 难以掩饰的轻松和笑意 我自嘲地笑了笑 然后把目光落到了 放在书桌上的身份证上 夜色渐深 我收拾好东西 在妹妹均匀的呼吸声中 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深吸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拧下了大门把手 还以为我像十年前那么蠢 轻而易举地放过自己的大好未来吗 我勾存清朝 飞速地逃离了那个所谓的家 直奔当年班主任宋老师的住处 当年我的成绩是全年级前三 宋老师一直都很喜欢我 得知我放弃高考以后 三番四次地去小饭馆 劝说我回学校继续念书 到最后他甚至跟我承诺 只要我回去再考一次 以后他来承担我的学费 但是我满脑子都是 要为我妈减轻负担 我要好好养着弟妹 所以不管宋老师如何 苦口婆心地劝说 都被我拒绝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我小心翼翼地 敲开了宋老师的家门 知日呀 一声门被推开 橘黄色的灯光倾泻一地 看到面前的宋老师 我终于没忍住 眼眶一红 不仅仅是因为 我看到了当年唯一挂念我的人 还因为我想到 这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民教师 最后因为确着癌症 延误了治疗 在我辍学的第五年 在讲台上晕倒 永远地离开了知爱的事业 和热爱她的学生 林珊珊 来 快进来 宋老师和当年一样温柔 她什么都没问 只是连忙伸出 手拉我进来 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宋老师递给我一杯温热的蜂蜜水 捧着那杯水 我努力地把今天晚上的事情 告诉宋老师 并且恳求她 宋老师 明年的考试我不想放弃 明天我妈找不到我 一定会来考场找我的 请您一定要帮帮我 你就算不说这话 老师也会帮你的 宋老师干脆坐在我身边 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 明天你就放心去考试 什么都不要想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 谢谢你 宋老师 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谢什么 明天好好考试 才是最重要的 你高中三年成绩这么好 千万不要有压力 知不知道 我点点头 老师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句话 不是在向宋老师夸海口 我是真的有这个信心 虽然时隔十年 高中的东西 我早已经忘了一干二净 但是 我是做完了一整套 当年高考的试卷 并且整理完 才选择自杀的 醒来之后 才发现自己竟然 重生在了十年前 所以 我现在相当于 已经提前知道了考题和答案 根本没有考不好的理由 在宋老师家设立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 我就跟着宋老师 来到了乡门外 果不其然 就在我准备进去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 朝着我冲过来的我妈 珊珊 你昨天晚上 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给我过来 人群拥挤 我妈被挤得站不稳脚跟 我看着她急切的面孔 头也不回地 大步走进了属于我的考场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 我的人生终于没有被我的家人 以所谓的爱的名义而操控 但是走出考场 我知道 真正的战争 才刚刚开始 依旧是熟悉的铁门 我刚推开进去 一个响亮的耳光声 便在安静的房间响起 伴随的是 我妈哽咽的哭泣声 好像被打的人不是我 而是她 而我的十四岁的龙凤胎弟妹 林宝安和林宝宁 正坐在沙发上 无所谓地打量着这一幕 而我爸 林孝叔正坐在餐桌前 一口接着一口的的 抽着手里的香烟 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 我咬了咬牙关 站在原地等着我妈发作 你现在长本事了 连你妈都骗 是不是 我妈咬牙切齿到 你那天晚上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你不去考试 跟着我去打工 结果呢 当天晚上你就跑了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结果到头来你只知道考虑自己 只想着自己以后过好日子 你怎么这么自私 早知道 当年你生下来的时候 我就该把你放到尿盆里溺死 我今天也不用这么生气了 我猛然抬头 紧紧地盯着我妈含泪的眼睛 您不是腻了吗 你说什么 我刚生下来 您不是就让我爸 把我溺死在尿盆里了吗 但是我命硬 没死 最后是接生的人跟你说别造孽 你才勉强把我留下来的吗 我的语气带着恨意 以至于我爸妈 都同时愣在了原地 没这回事 你听谁说的 当然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我在心里回答他 某一次大吵中 我妈气疯了 猙獰的说出了 当年生我的情形 那时候我都我如遭雷击 任何一个女儿 在听到自己亲妈 差点把自己溺死的时候 恐怕都是这种 五雷轰顶的心情 后来这件事 就在我心里扎一根刺 可是发泄完的我妈 似乎是忘了她说过的话 再也没有提起 我听说的重要吗 是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把我生下来的 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林宝安 林宝宁的未来是未来 我的未来就一文不值 活该成为牺牲品吗 他们两个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的 凭什么我要为他们的未来负责 你就是这么跟你妈说话的 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很听我爸妈的话 才六岁就会端着盆子 去河边洗我弟妹的尿布 两只手冻的粗的巷子萝卜 还会端着小板凳 在厨房里炒菜做饭 有一次不小心 我从板凳上摔下来 一锅菜全倒在我身上 可是我爸听到声音冲进来 看到这一幕 却对我破口大骂 因为我摔倒的时候 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油 我在这个家里 十几年如一日的复出 就像是一个不用抽绳子 就会自己旋转的陀螺 面对我妈的质问 我一句话都不回答 家长永远是这样 在道理上讲不过子女的时候 就会用道德来绑架 这时候 坐在沙发上的我爸 终于站起身来 他大步走到了我的面前 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领 你长本事了是不是 叫你去你大伯家帮忙你不去 你非得去参加什么高考 你就是这件命 还敢想着上大学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别说还不知道 你能不能考上这个大学 就是你考上了 老子也不会花一分钱 让你去念 从今天起 你就从我们家滚出去 紧接着 我被重重地摔倒墙上 肩胛骨传来一阵剧痛 我疼得浑身冒冷汗 但是仍旧不肯低头 我一定会上大学的 而且 我不会用你们一分钱 你还敢降嘴 我爸干脆直接解开裤腰带 在皮边向我的头顶甩下来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护住了脸颊 那时候我的心里只想到一件事 我的脸上可千万不能留吧 要不然的话 我就没办法在暑假出门找工作了 这场毒打 在我爸爸自己皮边打断的时候 终于宣布了停手 除了小心护着的脸颊 我的胳膊 背部 还有肩膀 全部都是皮带打下来的痕迹 红痕电体 有的地方已经鲜血淋漓 而在我被这么打的时候 我妈只是冷漠地 招呼我弟弟妹妹回房间 而她自己则是转身进了厨房 我忍着疼痛 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房间 还没来得及坐下 就看到弟弟把我书桌上的东西 全都扔到了地上 就你还想考大学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你这样的 被打死也活该 就是 安安心心去大伯那里打工 不就行了吗 非得死其白赖地去参加高考 你真以为自己 当上大学生了 就了不起了 妹妹也在一边帮腔 不过刚上初中的年纪 这两个人的脸上 已经显出了 尖酸刻薄的模样 上一世 他们两个人对我的态度 甚至比着更过分 我辍学打工 终于辛辛苦苦供养了 他们升了学 只是两个人学习都不好 考了两次 才考上了三个院校 一个人一年学费就要四万多 生活费更是一个月两千 我每个月工资刚到账 就立刻给他们转过去 一年到头 卡里就只剩下七八十块钱 过年的时候 一家人聚在一起 我一边帮我妈包饺子 一边问弟妹 他们在学校里都忙什么 听说他们现在还可以申请出国 我又忍不住 要是出国的话需要啥条件 我知道我这辈子是没机会的 但是还是忍不住向往 但是我弟就只是扫了我一眼 就继续低头看手机 我跟你说 我在学校干什么 你听得懂吗 还想着出国 你这辈子 不是连省城都没去过吗 就在一边沙发的妹妹 一边包橘子 一边发出一声吃笑 不会吧 不会吧 现在还有人没上过大学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只有高中文凭 还想着出国吧 真是笑死了人了 哈哈哈哈 何止没上过大学呀 连高考考场都没进过呀 他们两个人笑作一团 而我则是把头低得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恨不得变成一只鸵鸟 我当然了不起 我一步步地走上前 看着他们两个不屑的表情 我一字一句冷静地开口 能上大学就是了不起 我会是这个家里 唯一一个上得了大学的人 你们两个砸碎 永远没办法和我比 永远 所有的一切和我预想的一样 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的成绩可以上全国的任何一所大学 而当两个名校的老师 几乎同时来找我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个 可以让我如释重负的好消息 根据我的情况 学校会减免我的一切费用 每年还会给我补助 我最终选择了新已久的学校和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看着上面 林珊珊三个字 我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宋老师家 深深地给他举了一供 和父母闹掰以后 我这两个月都是借助在宋老师家 如果没有他 我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 但是很快 我父母就来到了宋老师家里 珊珊 你看你这孩子真是不像话 在宋老师家打扰了这么长时间 我听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快拿给妈看看 走 跟妈一起回家去 我妈进门 屁股还没做热 就想拉着我离开 我爸那张平时虎视眈眈的脸 此刻也柔和了不少 走吧 你还准备赖在宋老师家什么时候 但是我却依旧坐在沙发上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不是你们说让我滚出这个家的吗 现在怎么又成了 是我故意赖在别人家的了 我要是有家可回 我可能一直麻烦宋老师吗 我毫不犹豫地撕破他们伪善的面具 之前是你们让我滚出那家的 那我就永远不会回去 你们骂我自私自利也好 对我盗的绑架也好 我都不在乎了 因为我终于意识到 如果你们真的在乎我这个女儿 你们就不会只要求我牺牲未来 你们今天对我和一月色 是因为我考上大学 不花一分钱 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的大学 在你们的眼里 我现在就是一个提款机 一大块肥肉 我对你们是有用处的 但是有朝一日我没用了 你们就会像那天一样 把我打得皮开肉绽 然后让我该去哪里去哪里 总之别拖累你们 总而言之 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 我永远都不会再踏进那个房子 哪怕一步 上一世 我在大伯的店里 做了一年服务员 后来又当了收银员 没家小妹 后来我开了网店 趁着热潮 我赚了一大笔钱 我妈软磨硬泡地拿走了那笔钱 死活不肯给我 之后我在工作期间突然晕倒 被员工送到医院做了检查 最后确诊为红狼斑窗 可是那时候我的卡里只剩下几百块 连交住院费的钱都不够 我蹲在脚废口旁边 哭着给我妈打电话 但是听完我的哭诉和打钱的肯求时 我妈的声音冷得吓人 这事你自己看着办 我没钱 说完 他二话不说 就把电话给挂了 而就在我因为疾病痛的 恨不得自杀的时候 却刷到了我弟弟妹妹的朋友圈 偌大的新房子 灯光明亮 高档商场里的化妆品店 华丽至极 佩文是幸福的一家人 我终于崩溃 原来这么多年 在他们的心里 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 甚至我的生命 都要成为他们 创造美好未来的跳板 当天晚上 我强忍着病题 买了当年的高考试卷回来 一遍一遍的做题 一遍一遍的腾写答案 拿起笔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十年前没有听我妈的话 而是义无反顾的去高考 我的人生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我的未来 不用像现在这样 还没来得及绽放着枯萎 现在 答案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 你 你翅膀硬了 我爸气得 当时就要冲过来打我 被我妈死命拉住 宋老师二话不说 挡在我面前呵斥我吧 你想干什么 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学生吗 但是我一点都不怕 直接上前冲到他的面前 在他的拳头落下来之前 狠狠地盯着他的眼睛 你有本事就对我动手 只要你敢打我 我就敢报警 你现在是四十岁吧 等你六十岁的时候 我还正年轻 到时候 你现在打我多少下 我就还你多少下 你敢吗 在我的冷峻的凝视下 我爸的拳头终于无力地垂下 而我妈已经开始乌夜哭泣 杉杉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妈现在都不认识你了 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 任凭你们打骂的林杉杉了 我说话算话 大学四年 我再也没有进林家的门 也没有和他们联系 倒是我妈 一学期总会给我打打电话 话里话外 都是让我毕业以后 千万不要忘了父母的恩情 让我提携提携弟妹 最后才会轻聊淡写地问一句 你在学校要吃点好的 不要委屈自己 我听了只想笑 好啊 你给我钱 我就可以吃好的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 我妈的语气总会变得善善的 妈知道你不缺钱 别和妈闹别扭了 其实就算是她给我钱 我也不会要的 只不过我懒得听她那些 观点堂皇 如同作秀一般的关心 时间过得飞快 一眨眼四年时间就偏然而过 我拿到了保研的资格 可以继续深造 不仅如此 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 我抓住了好几个 别人未曾察觉的风口 在学校大学生 创业支持的条件下 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直播公司 没多久就赚得盆满钵满 赚到第一桶金的第一时间 我就把宋老师接到了我的身边 我买了一个三十一厅的大房子 还专门请了保姆 照顾宋老师的起居 宋老师把自己的人生 全部奉献给了三十奖台 无二无女 而我已经打定主意为他养老 宋老师上一世 是因为肺癌 没提前发现去世的 这一世我提前带他去医院做检查 总算是没有让病情恶化 而我获得的成绩 完全没和我妈他们说半个字 但是世界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买房和开公司的事 去哪个不知道被谁传出去 某一天我从学校回家 刚出电梯就看到我家大门敞开 顿时觉得奇怪 一进门 我的眉头便狠狠皱了起来 林宝安和林宝宁两个人 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脚底全是果皮纸屑 我爸正坐在椅子上抽烟 我妈面前靠在我爸身边 端端正正地坐着 而宋老师却坐在一张小椅子上 你不让别人跟我说你发了财 你打量我就不知道了 我爸见了我 干脆把香烟往地板上一扔 抬脚碾灭 瞧你这话说的 我妈见我回来 脸上立马堆起了谴媚的笑容 珊珊 快让妈看看你 这几年不见 妈都快想死你了 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 我后退一步 拉开了和我妈之间的距离 避免了她的触碰 珊珊 其实妈和爸带着你弟弟妹妹这次过来 也不是为了别的 一家人血浓于水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当年妈不让你去参加高考 是我这个当妈的没当好 没人见 但是你说 天底下哪个当妈的 不怕着自己孩子好的 这么多年 看着你越来越有出息 妈心里面不知道有多高兴 妈今天在这里给你道歉 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好好过日子 以前的事情都不提了 好不好 说着 我妈就把我弟弟妹妹拽起来 让他们给我问好 又说 以后你们就要好好向你大姐学习 给我们老龄家争光 知不知道 林宝安和林宝宁 只是看了我一眼 压根不出声 但是看我的眼神 却有着藏不住的艳羡和嫉妒 我冷冷一笑 并不符合 只是道 除了这些 你不打算再跟我说点别的吗 比如说 让我做什么事 或者让我帮什么忙 一家人也叫帮忙 我爸哼了一声 你现在大房子住着 好日子过着 也该想想家里人 你弟妹两个人 不是学习的料子 今年两个人都落榜 连个三本都上不了 补习费又贵得很 你干脆把这钱交了 这也是你当姐的应该做的 还有 家里的房子破得没法子住人了 我准备搬进来 买了房子 不叫自己爹妈来住 反倒是供着一个外人 你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还不等我发话 我妈又惨笑着 快步走到我面前 急忙到 你说 以后我们家初三的大学生 你说出去也有面子是不是 再一个 你这么多年没回去 不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 今年雨水多 我们家那土房子塌半边 想修又没钱 实在是没办法住人 好在你现在买了新房子 你回来之前我看了 三间房子 是够住的 到时候妈给你做饭吃 我们一家人 和和睦睦地过日子 多好 好 好在哪里 我冷冷一笑 挑眉反问 你们的算盘 是不是打猎太响了 大学四年 你们给我过一分钱吗 还是来看过我一次 口口声声说着挂念我 恐怕连我长什么样子 都忘了吧 这一次来 你们真的是来看我的 还是知道我赚了钱 迫不及待地 让我履行什么所谓的校导的 林宝安和林宝宁落榜 你们掏钱 都愿意让他们复读 我当年成绩 那么好你们 却选择让我辍学打工 这公平吗 你们以为 现在急急忙忙的 在我面前说几句好听的 我就可以傻乎乎的 把自己辛辛苦苦 赚来的钱双手捧给你们 然后等你们把我身上的钱 骗得一二干净 就拿我不当人了 对不起 我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贱 现在 你们要么自己 从我家里走出去 要么 我就报警 让警察处理 你你你 我妈显然是没料到 我这么心狠 就在这时候 我弟弟妹妹冲到我面前 这两个人 一听从我这里 捞不到好处就急了 你是当姐的 凭什么不管我吗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 我去法院 我倒要看看法院 管不管你这种白眼狼 我爸被我气得直哆嗦 那现在就赶紧去吧 我干脆给他们 让出一条路 再不走的话 我就请保安让你们走了 门口已经出现了两个保安 手里正拿着警棍 刚才进门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就给物业管家发了消息 见到一米八截的保安 这四个人终于有点怕了 我爸恶狠狠地 朝我的地板上吐了一口浓毯 然后不甘心地 拉着我妈离开 我弟弟妹妹跟在他们身后 回头看我的眼神 就跟看仇人似的 但是我并不介意 比起亲人 我更愿意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他们走后 我叫了专门的家政公司 把家里里里歪歪打扫了一遍 宋老师从房间走出来 温柔地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 珊珊 别难受 上一辈子你经历了那么多事 这一辈子就该这样 我活到这个年纪 早都看得清楚了 什么是家人 真的对你好的人才是家人 要是对你不好 就算是亲人 你也不能对他们还掏心掏肺 是的 我把重生的事情 告诉了宋老师 让我感动的是 他完全不会对我盗的绑架 只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 会永远站在我的身边 他才是我真正的家人 后来 我爸真的去法院告了我 说要让我每年给他们一百万 当作我成年的抚养费 但是按照法律规定 我每个月只用给他们 几百块钱的赡养费 至于我弟弟妹妹 更是用不着我抚养 判决出来的当天 我爸妈气得在法庭上垂胸顿足 我弟妹也满脸菜色 灰头土脸 以后没有我这个摇钱术 他们只会越来越烂 最后变成别人脚边的烂泥 在我上车之前 我妈干脆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我面前和我道歉 珊珊 珊珊 你是做女儿的 我十月怀胎生下你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着大 你不能这么没良心 你要是不管我们 你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啊 但是我早已经上了车 关上车门之后 我毫不犹豫地对司机说 开车 我坐在副驾驶上 看着后视镜里 那个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的女人越来越远 我低下头 拿出了今天刚刚拿到的绿卡 已经拿到了去往澳洲的签证 宋老师也会和我一起过去 在一国他乡 我会继续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 真正过上属于自己的人生 全文完